好那么社团法人花莲县回南湾文化协会去年的6月 执行花莲邻区管理处阿美族传统野菜的友善耕作保种基地的开发计划 分别在回南湾开心农场以及寿丰三农场设置了保种基地 依照四季分别种植超过35种的阿美族常用的野菜 如今保种成果非常的丰硕 11日上午在花莲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办理了特展 社团法人花莲县回南湾文化协会去年6月 执行花莲邻区管理处阿美族传统野菜的友善耕作保种基地开发计划 分别在回南湾开心农场和寿丰三农场设置两个约四分地的保种基地 依照四季时序分别种植超过35种的阿美族常用野菜 11日上午在花莲县原住民族野菜学校办理成果分享特展 野菜学校是去年12月18号开始启用 短短这半年的时间 我觉得这里好像已经变成一个台湾保种的另外一个基地 这个是让我们感到很高兴的 那我们今天办是协会的成果展 那这三年来领管处的案子就是领务级的资源 那我们一直都在开心农场那边种植了也复养了很多的野菜还有种子 那正好这里又是一个很好的基地 对我们来讲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是不是在花莲能不能做成一个另外一个台湾的一个保种基地 我现在有这样子的想法 因为这几天我们也在国父纪念馆 有一个展出是因为为8月1号援助民族日的特展 那一共有8个展区 结果只有我们那个展区是人最多的 因为我把部落的感觉跟部落的味道带到台北 所以很多很久没有回到部落的同乡 真的都非常想念 而且我觉得连林务局局长看了都说 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搬到我们林务局那边的旁边还有一个可以展览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我也很感动也很高兴一直走这条路 也是不小心把野菜然后后来就变成种子 种子跟野菜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 其实野菜以种子的力量是相当大的 我们原住民的生活是跟着季节走 有什么就吃什么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很符合生物多样性的那样的生活样态 由花莲野菜学校校长吴雪月担任解说员 带领花莲领馆处副处长王一静等贵宾 分享长者的智慧和原住民的野菜文化 特展带来20盆保种基地富裕植株和28种种子 在上志路美伦山运动公园的花莲野菜学校展出至18日 现场也有DIY手作串珠活动 体验艺人串珠的有趣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原住民族野菜的知识和文化魅力 谢谢讲邦彦领馆报导